去年2015年的一月初 一月底 我會議中有一次發燒 看完醫生之後 退燒了 但奇怪 我第二天又發燒 還要比之前高 去到39點多 第二天我去了博愛醫院急症室 等了五個小時 見到醫生 醫生說 在這些情況 我不可以跟你做到什麼 最多只可以跟你做 做過照張X光 看肺 但想不到照完之後 真的見到很淡的白眼 當時醫生都說 不排除是沒有什麼 可能是菲林 藥水沖了的時候有些問題 但我不可以掉以輕心 醫生幫我排期 過半月後做一個CD scan 過半月後看回報告 就確診是有些東西在 但未敢肯定是否真的 是腫瘤來的 即是惡性 於是叫我立刻 盡快排期去私家醫院 做一個正電子掃描 很快三幾天之後 就有個報告出了 就知道確診是一個肺腫瘤了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做了一個手術 我大概休息了三個半月 九月初我就決定上班 但沒想過 上班都不夠半年 我去覆診的時候 有個醫生很深地問 我問他 如果我想去檢查血癌指數 應該是來檢查什麼呢 他就跟我說 你不需要檢查 不如在醫院寫字給你便可以 我就決定這樣做 但想不到 他到時候回覆診 再慢慢看報告 但他都提早了兩個禮拜 他就叫我去看指數 我知道心之不妙 而報告真是說 我那個癌指數是有一點多 升到二十六 甚至叫我再做多一次正電子掃描 那正電子掃描就確診了 我是擴散了 不單是肺部都有 甚至頸的淋巴 和肝部都有一個脈圓這麼大的一個腫瘤 很快兩三天之內就有一個回診 而醫生之前因為我做過手術 他拿了一些組織去化驗 知道我有EGFR的基因 很快就決定我吃第二代的標靶 吃了大概由三月初吃標靶 至到現在四個多月 效果都不錯 可以最近一次的化驗 是我的癌指數已經由二十九降到正常的二十五六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都覺得一樣 我們要活在當下 每一天都珍惜它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我們的病情會變化有多少 每一天都開開心心度過 和樂觀一點去面對 我們將來是怎樣我們真的不知道 這是我們的心態 最重要的是樂觀正面去面對 好 多謝Van今天接受訪問 好 多謝你 多謝Van